作词 作曲 李文贵 作曲 李文贵 作曲 李文贵 作词 编曲 李文贵 将满青眼上 乍以为当归入药堂 相思泪续的心头伤 年儿了说无在尘上 又淋湿荒凉 伴下星月角千里光 与君已变凉 苍茫 变了此举不归期 情动来生再续 如真去望不流行 等心燃尽不过体 一万未相度或唤醒 唐青君已变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今夕何夕 两首难回天注定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而天 无影白云都散去 生命远 生命远叹齐 大雨细细历历历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不及时回忆 大雨细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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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我们走错路了 这恐怕要耽误了拜堂的吉时 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娘 有你的手镯陪着女儿出家 女儿便是死也甘愿了 大红 几礼 你爱你 我爱你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这是手镯的作用 这些 都是什么书啊 沈游草确实能够治好我脸上的毒疮 苗 我的药方是对的 是对的 一定是低头换了我的药 毒者一眼 于数年前创立毒门教派 以毒入一 毒经 那竟然是毒踪所住的毒镜 以针灸同时赐永泉学 太渊学 关门学 亦可结脸上毒疮 赐百慧学 中平学 三阳学 破终止放血 可还体内剧毒 朱佳 出发 天下 集市快到了 还不更移啊 小毒古人呢 殿下放心 已经交给百里姑娘了 现在茗香姑娘照顾得很好 殿下 吉时已过 今日无法迎娶 你们请回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抬回去吧 起轿 起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 心态 你还没拜唐成亲 哀家可受不起 已过了几时 谁让你进来的 母妃 清王殿下呢 你别得寸进耻啊 哀家可不是你的母妃 陛下赐婚 新郎不仅没有去接亲 并在礼堂上也没有看到影子 那媳妇可以理解为 秦王殿下这是抗旨不婚吗 你放肆 就凭你 也敢随意诽谤秦王 媳妇认为 还是快快进入喜房 这件事才好遮掩过去 太后跟陛下那儿 才不会听到什么风声 你是在威胁哀家吗 母妃冤枉了 我这可全是为了秦王殿下着想 娘娘 秦王殿下至今未归 咱们可不能吃这个眼前亏 先把他收进府 以后怎么说 还不是您受了算 来人 把王妃带进喜房 遵命 谢母妃 韩芸汐 韩芸汐 这可是你先招惹哀家的 龙非夜你去哪儿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娘 我终于嫁进来了 离我们团聚那天更近了一步 您再等等汐儿 汐儿很快便去找您 你跟着我 我好乱 我好乱 你 有 我好乱 为你 我好乱 我好乱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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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是你啊 再说我的话我就杀了你 难道他一路追杀我到这里 万一他认出我来可就糟了 还好毒疮没有了 我当时也戴着面纱 他应该认不出来吧 你 你可知道这里是秦王府 我可是秦王妃 秦王可是除了陛下之外最有权威的人 你要是杀了我他肯定不会饶你的 怎么这么重啊 你压死我了 冒失点 你中毒了 你的心率缓慢 呼吸沉重 应该中了不止一种毒 其中最严重的是蛇毒 看你依父的破损 应该在腹上临心四寸 半个时间之前重的 而且 你不能死啊 今天可是我大婚第一天 醒醒醒醒 他 他人是不行 毒死他 还是不行 我这刚嫁进来就闹出人命 姨太妃肯定会把我赶出王府 为了我娘 我也得扎根秦王府 搞定秦王 找到太后说的那个什么 什么鬼印记 是 你别 你一动毒液就会随着血液进入心脏 到时候更麻烦 你得听大夫的话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帮你脱衣服啊 不脱衣服怎么能解毒呢 我自己来 害什么羞啊 我是医者 在治病救人的时候是不分男女的 再说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我才是吃亏的呢 老天保佑 千万别认出我来 要是认出来就麻烦了 你 为什么进秦王府啊 你觉得呢 你不会是想刺杀秦王吧 现在秦王不在 我把你治好你就走吧 我不跟任何人说 啊 你是谁 我是为了找 治脸上毒疮的石油草 因为白天皆被森严 我们见过 对 他要选择 是 良好 来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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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救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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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